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杰 還記得上個故事我說的那個鄉下平房嘛 那其實在鄉下平房的前面呢 有一個深不見底的庭院 那那時候其實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就是為什麼平房設計的這麼小 但是庭院卻需要這麼大 就整間屋子很不成比例這樣子 那那個庭院大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大到裡面還有一個涼亭這樣 那那時候我真的還蠻不喜歡這麼大的庭院 因為到太陽下山的時候啊 整間屋子唯一的光源就是平房 那你從客廳往庭院望過去的時候呢 常常就是一片漆黑這樣 所以常常我會覺得說 如果庭院有什麼東西要衝過來的話呢 那個東西勢必要離我們很近的時候 我才能夠看到它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每當晚上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害怕 然後特別緊張這樣子 那就算是早上的時候呢 我自己也不會深入到庭院最深處 因為真的太深了 然後又夾草重生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庭院還是需要有人去打理啊 去修繕這樣子 所以當時有一個泰國的當地人來幫忙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這位泰國的當地人 就是你把所有對泰國人的印象呢 加在一起呢 就可以大致上呈現出他的樣子 那我現在還記得呢 他是一個非常愛笑的一個男子 因為每次他只要笑起來呢 他的白牙就跟他的膚色呈現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所以就讓我印象深刻這樣 然後呢他也是一個蠻瘦小的一個男子 但是我覺得他很精實 就是什麼體力活好像都難不倒他這樣子 而且呢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非常喜歡買彩票 也就是泰國人俗稱的那個 Lauderly這樣 泰國人其實普遍一般都還蠻喜歡買彩票的啦 就是他們好像覺得 你不買彩票呢 你就有可能跟富翁插身而過 如果你不賭一次自己的運氣就是不行這樣子 所以呢現在我們就簡稱這個 泰國男子為彩票先生 那這個彩票先生呢 他真的是超級喜歡買彩票 他不只自己喜歡買呢 他也喜歡邀喝大家一起來買這樣 所以當時屋裡面的大人呢 就成為他的下手目標這樣 那時候我媽就對於一切事物呢 呈現比較開放啊 比較好奇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彩票先生說什麼呢 我媽也都會抱著一個新鮮感在聽 那我自己呢也是一個好奇寶寶 所以呢他們在說什麼的話呢 我也會陪在旁邊一起聽 那聽到這裡呢大家是不是有點好奇說 欸那彩票先生怎麼跟我媽溝通的 那是因為彩票先生很有才華 他曾經在台灣工作過 所以他會一點點的中文 那外加一些匕首畫腳 所以基本的溝通還是算可以的這樣子 那有一天呢 這個彩票先生就神秘兮兮跑來跟我媽說 太太 我們庭院的樹上有一個神 蛤 神 有一個很漂亮的神 蛤 一個很漂亮的神 那我們就想說到底是什麼東西住在樹上 是真的神嗎還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彩票先生就眼看跟我們就是溝通不良這樣 他就說來來來我帶你們去看這樣 那那一天也是我們兩個第一次深入到庭院的最深處 原來在庭院的最深處呢有一棵榕樹 那這棵榕樹呢雖然不高 但是質感相當的出狀 就感覺好像已經生活在那邊好幾十年的樣子這樣子 那彩票先生一看到這棵榕樹的時候呢 他就馬上 舉起他的手 對著這個榕樹這樣拜拜拜拜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呢 就是這一棵樹讓我中彩票 然後我們就想說蛤 這棵樹讓你中彩票 然後彩票先生就開始娓娓道來他的故事了 他就說呢 有一天晚上呢他睡覺的時候他就做了一個夢 夢裡面呢出現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女子 就這樣拍拍他的肩膀 然後叫彩票先生跟著他一起走 然後走啊走走啊走就來到這棵大樹下面 那來到這棵大樹下的時候呢 這個女子就非常輕盈的一躍而上 跳到那個樹梢上面 然後坐在樹梢上面朝彩票先生這樣揮揮手 那在揮揮手這個當下呢 彩票先生說他就馬上驚醒了 那驚醒之後呢 這個彩票先生呢 就馬上拿著他們家裡的肺子粉呢 衝到這棵樹下 然後開始拿肺子粉塗抹樹皮 因為泰國人相信呢 萬物皆有靈 樹也有樹神 在曼谷街頭啊也可以常常看到 百販玩偶機事 像這一棵綁著布條的大樹啊 就是被他們稱為有靈性的大樹 那樹神有時候會以樹皮的方式顯現一些 數字給我們凡人眾彩票 那要知道這些數字的方式呢 就是用肺子粉塗抹樹皮 那這些數字就會呈現在樹皮上面 這樣子 那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呢 彩票先生也伸手指了指那棵樹 樹皮上確實有很多塊 就是白白的痕跡 就是他拿肺子粉塗抹過的痕跡這樣子 那我們就問彩票先生說 喔所以你就馬上找到數字了嗎 那彩票先生就說 並沒有 其實他找了好幾天都沒有找到任何的數字 所以他就跑去買了 泰國人很相信這些神靈最愛喝的飲料就是 紅色汽水 他就拿紅色汽水啊 在樹下拜了好幾天之後呢 彩票先生又拿著他的肺子粉 在樹皮上這樣反覆塗抹 塗抹了之後呢 他終於看到了一組數字 然後彩票先生說 他就拿了他身家所有的財產 去買了這一組數字 結果真的讓彩票先生中獎了 而且是中好幾千塊那種獎金喔 已經足夠讓彩票先生喝酒喝好幾個禮拜了這樣子 那彩票先生在講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還記得他在樹下超級開心 他就說 哇這個樹真的超級靈驗 太靈驗了 真的很感謝他的保佑 讓我中彩票這樣子 那聽完這個故事之後呢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我跟我媽是不是之後都拿一罐肺子粉 然後在樹下這邊抹來抹去 在找彩票的號碼 答案是並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聽完這個故事之後呢 其實我們覺得可怕的程度還蠻高的 因為莫名其妙 你住的地方的庭院的樹上住的一個神 我們覺得真的也蠻詭異的 而且鬼故事在講我們都有在聽 常常樹上住的是立鬼 而且立鬼會用一種手段 然後誘騙我們人類一步步步入陷阱這樣子 所以呢 之後我們就跟彩票先生說 欸其實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再去拜這棵樹 或者是以各種方式啊去餵養這棵樹這樣子 那經過以上之後呢 現在我自己是覺得啦 像泰國彩票一張是80塊泰銖 但是中獎機率我真的覺得還蠻低的 所以我不如拿這80塊泰銖呢 去買一袋水果我自己都覺得還比較實在 而且如果你要去找這些號碼的話呢 勢必要浪費很多時間去東求西問 那就只是為了這個虛無飄渺的希望的話 我覺得還蠻沒有實際效益的 那如果一直去追求這種虛無飄渺的希望的話呢 人就會慢慢活在幻想之中 那就會離腳踏實地的目標真的是會越來越遠的這樣子 所以呢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沒有這種買彩票的習慣啦 但是呢現在泰國人還是非常喜歡買彩票 不管是檯面上的彩票還是檯面下的彩票 泰國人都非常喜歡 那他們風靡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風靡到如果今天你出車禍 他們就會問你說欸你出車禍囉 那你車牌號碼幾號我要拿去買彩票 那如果今天你生病住院的話 他們也會問你你生病住院了 那你病房號碼幾號我要拿去買彩票 就是他們會以各種方式去逼出他們所謂的那種名牌這樣子 那雖然我身處在這個對於彩票這麼有熱忱的一個國度呢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真的對彩票還是沒有這樣的熱忱啦 那正在看影片的你呢 如果對彩票有一點的熱忱的話 說不定可以學學彩票先生的方法 就去找一顆跟你很投緣很有靈性的大樹 然後呢拿著肺子粉然後去樹皮上塗抹 說不定真的也可以找到一組屬於你自己的名牌這樣子 好啦希望以上這個故事呢 能夠帶來大家有一點點的喜發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故事的話 請記得幫我留言按讚訂閱跟分享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 Bye 那其實我還記得啊 就是我住在那間房子的時候 其實大小怪事不斷 而且不只這個房子本身啊 就是房子周遭也都有奇怪的怪事發生這樣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耶 是不是因為就是當地人就是很喜歡拜這些東西 所以越拜就越吸引這些東西過來還是什麼的 我也不懂這樣子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住在那裡呢 就是讓我人生增添了很多的色彩 好啦 Bye